好來,我說在這裡 畫一個 好,所以兩端是粗石線 好,兩端是粗石線 中間是系列線,就跟中心線一樣 好,這樣子畫 你的 割面線 好,這裡 一個箭頭 好,就這樣子 好,所以割掉了之後,這邊要畫下來嘛 對下來嘛,對不對 這裡前面就去掉了嘛 好,所以這個要對過來 對過來 好,所以這裡特別注意一下 好,我們用這個解釋一下 這裡 是割到 第二格嘛 所以這裡上去 好 這邊 就是被刀子已經畫過去的地方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洞會在 是不是 對不對 所以你這裡對過去 他這裡 好,這個 都會存在 好 我用塗手了啦 這裡畫起來 我用塗手了啦 這裡畫起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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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記住哦 這個洞 這個洞會在 對不對 這樣子對過去嘛 這裡要這樣子對過去 對過去嘛 對不對 這裡都不見了嘛 所以他基本上是長成這樣子嘛 這裡要畫 剖面線嘛 對不對 好,所以我們現在來看 這裡要畫剖面線 好,不要像我這樣子 用 要用平行尺哦 要用平行尺哦 好 好,我這樣子把它畫完之後 來,同學我有沒有少什麼 記住 有圓的地方還是要畫中心線哦 知道意思嗎 好 好,所以這樣子 就是長成這樣子 知道嗎 所以 斜坡有線一定要特別注意 火勢圖 可以嗎 好,OK